他们阿的今天必须劝推几个稍不成就会踩坑的装修尺寸 尤其是最后一个你们必须 一 橱柜高度 你要不说师傅都会默认给你做80厘米高 不想让你的腰间盘后半辈子突出 只要你身高不低1米6就归我做85厘米 我1米63我老公1米75 用起来那腰子毫不费力 记住这个尺寸图 二 衣柜深度能做60就做60厘米 因为60的柜内近身只有55厘米 你要做55那近身只有50厘米 厚点的衣服真的不好塞进去 听我一句劝衣柜能多做挂一区就少做叠一区 叠好的衣服每次拿都得找好久 还翻得乱糟糟 记住这个尺寸图 三 浴室柜高度 你记住了就做85到90厘米 这时候师傅会给你降 没人做那么高的 别人都做70 75的最多做80 其实75的高度洗脸刷牙 那腰弯得像牛萝卜似的 更别说洗内衣袜子了 洗完了腰那叫一个酸爽 看我现在做的90高度的 别提多疏忽了 记住这个尺寸图 最后一个就是很容易翻车的 电视柜高度 很多粉丝喜欢我家电视柜 来抄作业 结果做了一个比一个高 你记住 电视柜高度要控制在 17到25厘米 你要是做高了 不知道还以为是 电视下面放我的梳妆台